未来要遏止铁路黄牛票 立法院出审通过修法 未来如果利用假资料买票或购票评证者 最终可以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三百万元罚金 点开网页端午廉价台北到台东的来回车票 部分热门时段已经售完 都有廉价车票25号周三凌晨零点开卖 第一分钟就卖出十万三千五百九十四张车票 平均每秒卖出一千七百二十七张车票 到上午九点为止卖出三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六张 定条车票需要两天内付款或取票 预期未取二七号周五早上九点会重新释出 由于东部干线火车票廉价时往往一票难求 为了遏止黄牛票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出审通过修法 未来利用假资料买票或购票凭证者 最终可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三百万元罚金 赚关光材的商人他们怕的是有官司 怕的是有可能被抓去关 食品业者也是一样 你怀疑了不怕 你又不一定怀得到 以不证方法将虚伪资料 也就是所谓的电脑 这种程式购票的这个处罚的部分 那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病科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铁路法修正草案也针对车票加价出售 获取不当利益图利者 会按车票章数 除每张车票面额五倍到三十倍罚还 贺阻黄牛在车站附近兜售 利益方面近六年来 违规闯越拼交道有四百多件案件 因为罚则过轻 还是评传民众闯越拼交道的事件 交通委员会也通过出审 未来故意闯越 万一伤亡不但不能获取抚恤或医疗补助 还会处以五万元以下罚还 租货是故意所造成的伤害 其实联动道的影响非常多 不只是他个人可能造伤害 包含他其他人乘坐这个运具 也会造成伤害 所以在罚还的部分一样是提高 但有立委坦言 在严格的法律 要是公部门怠惰不执行 违法盈利还是会有人会做 交通部承诺 在新法还没通过之前 会联合铁路警察 打击铁路黄牛的违反案件 这里志华谢其文台北报导 交通部长贺成旦上任以后 不但是取消短午廉价 夜间免收通勤费 就连国道横向道路 也打算要取消免收费 不过这一项政策 引发各地方政府的反弹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出面反对 交通部长贺成旦一上任 雷厉风行不但取消端午廉价 夜间免收费 就连国道横向道路 也打算开始实施 使用者付费 雖然交通部表示 国道横向道路检讨收费 将有助于道路维护 但反对的民众认为 新政府不先改善经济 却忙着收钱 根本跟选前承诺不一样 把民众当提款机 新政府一上来马上就这样子 我觉得跟选前的承诺 有点不太一样 国道横向道路将取消免收费 不只南投县长林明珍 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 就连桃园市长郑文灿 也表示不满 行政部门刚上任 那么政策要有感 那沟通要有利 那而且我想要多做一些 加分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目前是做的 我相信大家是有期待的 外船取消免收费 是因为国道基金 即将面临破产 高工区坦言国道基金 虽然有气燃费 和服务区的收入 但日常道路维护 和高速公路新建 光新建五阳高价 和横向国道 就花了一千八百多亿 加上其他支出 国道基金目前负债 高达一千九百六十五亿 今年若不检讨 恐怕面临破产 最新的一个五阳高价的 一个建设 还有当初高新建的 一个横向国道的部分 这个是重大建设的支出 都是由国道基金去支出了 那当初也是借了 举了一些债 除了桃源市 持反对取消之外 台南市与高雄市 也认为公共政策 需要广纳各方意见 高工区表示 附在一千九百多亿的 国道基金 庞大的资息 也是沉重的压力 为了国道的永续发展 也希望朝向收费的方向 继续与各界来沟通 记者中豪报道 根据警政署的 统计数据来看 历年来失踪而的人数 还是有五百八十七人 没有被巡获 失踪的原因 大多是迷途走失 和遭到诱拐 失踪到现在二十七年多了 也一样没有消息 陈妈妈的女儿 三岁时在自家巷口失踪 就此断了音讯 一眨眼已经二十多年 在台湾有许多父母 和陈妈妈一样 判不到孩子回家 光是儿福联盟 每年平均都会接获 将近八十个无助家庭 请求协巡 根据警政署统计 虽然失踪儿童报案的案件 有逐年下降 但仍有五百八十七名失踪儿 还没有巡获 失踪的原因 有迷途走失和遭到诱拐 不过从数据来看 遭到亲属肩带走 和儿童自行离家出走的比例 则是最高 而少失踪的形态多 但无论原因为何 对于找不到孩子的家庭来说 都是艰苦的磨难 警政署除了实施紧急的查询机制 也提醒家长 从小能教导孩子自救的尝试 遇到问题 要知道向警方求助 提前学会预防 保护自己 记者蔡惠玲 陈伯玉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